三年 足足三年 神话装备长达三年的折磨 终于要结束了 设计师在挣扎了好几个版本后 终于发现神话装备 无药可救 于是官方决定从24年开始 彻底删除神话装备系统 现版本的神话装备 有一部分会移除 有一部分将会变成普通装备 就比如心之刚和推推棒 心之刚虽然变成了普通装备 但是增加体型的效果会被保留 而推推棒大概率会移除冲刺后的移速加成 另外设计师在论坛上还回答了很多玩家的问题 在布雷尔上线后 今年还会再出一个新英雄 就是之前爆料的墨水法师 新英雄的具体内容会在下一个开发者视频中公布 同时还包含了武器视觉更新以及蝎子重做进度 注意是重做进度 想正式上线 最起码还得明年年初 最后 玩家们最爱的极限闪计将于10月底回归 而现在还没关闭的斗魂竞技场会在12月回归 但我建议你改成随机英雄 要不然翻来覆去就那几个组合了 实在是枯燥